這個呢來自一個有電刑的州的死刑犯 他在死前呢 他們的那個警察就問他說 就罰警就問他說 那你最後一餐你想吃什麼 然後這個犯人就說 我能不能抽一根煙就好 算是蠻有尷尬的 但很常見的 而且抽一根煙感覺也是無傷大雅 結果就被御方給拒絕了 為什麼 你覺得拒絕的理由是什麼呢 不能點火 不是 沒 拒絕的理由是御方說 歡迎來到 藍女 誠實說 歡迎回到誠實說 我是裴申 我是俠蘭 俠蘭 最近很多人都在討論關於邪教的議題 然後我最近又在網路上看到這個 有關我們之前 像我們在華山啊 在逛三創的時候啊 有看到有一個叫什麼 亞特蘭迪斯的這個組織嘛 嗯 他就是會在路上啊 幫你找過來說 幫你免費涮液金啊 算塔羅啊 甚至還給你介紹一些能量廠啊 或是什麼隕石相關的 反正就是講了一大堆 跟能量有關係的議題啦 那現在啊居然被網友踢爆說啊 其實他就是用這種所謂的能量啊 或是販賣一些能量物啊 或是能量治療 或是靈魂啊 什麼連結之類的 用技改的方式幫你做一些治療啊 總之收費啊就非常的高 針對不同項目啊 他價格有高到幾萬塊的 甚至有網友啊還信貸了五十幾萬 就是為了加入這個組織啊 哦他們竟然需要花那麼多錢 對所以啊就引發了很多人都發現說 原來台灣到現在呢 還是出現了很多這種 哦很詭異的組織 類似邪教的存在 而且最糟糕的是什麼呢 是裡面還有很多知名人物參與 其中哦包含像是網紅們 就據說有一些網紅就是在這裡面啊 扮演著推廣的角色 當然我就不講說是誰啦 以免就惹禍上身嘛 但大家如果有興趣的話 可以搜尋一下這個組織啊 在D卡上面啊 或是PTT上面很多人討論過 因為我發現很多人都講到 他以前就是女生比較多哦 然後他們可能在身心靈比較低潮的時候 然後就會被吸引進去啊 對啊而且我現在在 我之前在市集第一次看到的時候 我也被吸引過去耶 因為他就是打著這個迷信 比較像比較玄學的東西 幫你算命啊 算個今日運勢啊 塔羅就會很有興趣 然後想說算一下應該也沒怎麼樣 因為反正大家都在算 所以這就很像塔羅是原罪嗎 不是啦就是好吸引人嘛 就是會讓也讓年輕人比較想接近 如果今天是他擺攤啊 一個是塔羅攤 另外一個是說幫你看個面相 像古時候那種圓外有沒有 就是會有畫那個點點點的那個 鐵口直段 你會選擇去哪一邊 塔羅 所以呢 在這個如果今天要推廣一個新興宗教 所以我選擇用塔羅的話 就更容易吸引到年輕的女性受眾對不對 沒錯 因為比較好接近 看這樣子我們應該 我應該去學一下塔羅 以後開放這個會員來讓我算塔羅 免費算塔羅 你這個講法會讓真的塔羅老師生氣 那我去買那個如叉老師的課程來 幫大家算會不會比較好一點 可能可信度會 撐撐往上 會高一點點 會往上嗎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看過一部電影叫 《海底總動員》 你有看過嗎小蘭 有有看過 那海底總動員裡頭呢 有一隻魚啊 藍色的 欸跟小蘭的顏色是一樣的喔 那藍色這叫多莉 多莉有個病啊 你有你知道嗎 我知道他記憶力很差 對他就是只要記一段時間的那個記憶 就開始混亂甚至忘記了 所以他很常都重複自我介紹 嘿我是多莉 然後就開始介紹他來自哪裡 他記得很早先的一些記憶 但是比較近期的記憶就很容易忘記 所以因此在尋找尼莫上面 他雖然扮演這個重要角色 可是卻忘記了這些資訊 所以也是導致這個馬丁 在找他的兒子的時候就找不到 那我們今天這個新聞主角 就跟這個多莉很類似啊 這是來自美國一個女生呢 他在這個年輕的時候 被一個少年啊 踢到頭 結果導致頭部受創之後呢 引發了這個腦部的癲癇的狀況 就是有時候會引發一些 記憶片段遺失的狀況 那他的狀況多嚴重呢 就是據說啊 就是從他被踢完之後 再再度蘇醒以後呢 他的記憶啊 基本上短期的記憶都忘記了 都沒辦法記住 就是他沒辦法有新的記憶 嗯 就算記住 假設你今天跟我認識好了 可能在隔天我就忘記你是誰了 所以他等於說是完全會被在reset他的記憶 然後但是他在經過治療之後 可以產生新的記憶了 就是在2019年呢 經過藥物治療 還有醫師團隊幫他的這個做一些復健的這個工作啊 終於可以呢 再記住新的記憶 就是一個禮拜內 就是可以記 喔一個禮拜內 一個禮拜內他可以記住 可是一個禮拜之後 或是在更之前的記憶呢 他就會忘記 就沒辦法尋回在他出事之前的記憶 但是他可以記得新的記憶 哦 那目前他們也是一直在嘗試說呢 又讓這位女生呢 可以回歸正軌的生活嘛 因為畢竟 以前想看 有一個人就是會一直忘記事情 那他的生活會有很多困擾嘛 沒錯 我以前好像看過一部電影就是那個主角 他必須要把所有的記憶memo下來 都要貼下來 對 好像很多戲劇都有 那部電影到底叫什麼啊 你這麼一說我想起來 我原本一開始想的是另外一部 哪一部 叫我的失憶女友 是亞當·山德勒跟一個女生演的 他故事講什麼 他比較喜劇愛情喜劇的樣子 就一樣是女主角車禍之後 然後他每天就是只會重複過同一天的生活 那他家人因為就很捨不得 就每天都陪他演一樣的戲 但其實已經過了一年了 然後結果之後他反正他就是 他老爸就很保護他 不讓其他男生接近他 因為他怎麼樣都會忘記 然後後來男主角就出來 然後每天都想一個方式去追他 對 就是一個很可愛的劇 那我想到其實日本有一個 但是比較悲傷的故事 日本有一部電影 它是有一個高中生啦 高中男女生 然後他女生是男生的這個 真心話大冒險 然後就向他告白 然後女生就答應了 他還沒想到 因此兩人談了戀愛 結果在多年以後呢 所以他們交往到一段時間 出了一個大車禍 結果導致這個女生就忘記了這個男生 然後這個男生還是重新在追回他 然後就用當年高中一樣的模式 在追他一次 然後那個女生又重新愛上這個男生 反正後面結局也是滿狗血的 好像那男生後來也是走了 反正就掛了 好悲傷喔 那讓我們想到那個Netflix之前那個 First Love的那個影集也是 女主角也是因為車禍導致失憶嘛 好像很經典的橋段 所以基本上 只要跟記憶有關的這個故事 都會牽涉到很多愛情的部分嘛 那不知道這位女生呢 就是美國這個女病患啊 她有沒有一段淒美的愛情 就是踢過她頭部的那個男生有沒有 長大以後 當醫生 不是當醫生啊 愛上她 然後結果發現說她會忘記我 然後很努力也想讓她重新記得她的存在 嗯 我的想法是她會變成醫生 然後努力的治療她 你這個就比較像是中國那種 雞湯幹片有沒有 就是一碗湯麵 然後長大以後變富商回來 會變醫生回來 就是尋求新的那個報恩 小安之前我們很常聊到啊 男生要追女生的 女生都提出很多條件啊 有些很嚴苛啊 要有錢有車有房嘛 甚至有些會要求一些 身高多少長相怎麼樣 欸 今天我們就來分享一些呢 關於愛情如何打破 那所謂的職業壁壘啊 或是不管你的條件多糟糕 都有可能會有愛情的 那這個故事發生在日本 日本呢還有一個節目叫做呢 我所處在的地獄啊 他們就其實就在分享一些 很極端的戀愛故事 那什麼叫做極端戀愛故事呢 今天這個案例呢就是 有一個日本地下女偶像 你知道日本像我們有看我推的孩子嗎 那我推的孩子就是屬於偶像行業的一個 他們算是有出道成功的偶像 可是有很多偶像在出道成功前呢 是必須要在一些像LIFE HOUSE 或是在這種地下的那個表演場廳呢 做一些地下偶像的活動 就像地下樂團 像你有在聽樂團的話就知道什麼 那獨立樂團類型 就比較窮啦 然後沒什麼知名度 這個女生呢她就在這個做偶像活動的時候 認識了一位街友 那這個街友以前是她的粉絲 就是會來聽她的活動啊 因為看了之後就認識了這一位男生嘛 然後她覺得這男生長得好帥啊 就就陷入愛河 蛤 這就是一個窮偶像愛上一個街友的故事 那她在愛上她之後呢 就開始跟著這個街友 因為這個街友其實 她是自願成為街友的 她不是那種家道中落或是破產很慘這樣 她是喜歡這種漂泊的 喜歡這種浪跡天涯的生活方式 所以才成為街友 於是呢 這個女偶像呢 就跟著這個街友 開始了所謂的浪跡天涯的生活方式啊 一路搭便車啊 開始周遊日本啊 就直到有一天呢 這個女生呢 發現就是 也不發現啊 就幻醒過來 她幻醒過來 其實還有一個關鍵因素啊 這個男生答應她說 帶她去香根泡溫泉 大家都知道嘛 香根溫泉 大家都會在很多劇啊 或是動畫看到 那她答應這個要求說 安排這個旅程 沒想到是搭便車嘛 那搭便車她已經習慣了 那她結果是有一天 她們在攔車的時候呢 發現攔不到車 她心裡就想說 天啊 我不要過這種生活 她就是好好浪漫之旅變成 但她本來自己的生活 就是挑戰自己的旅程嘛 她可能覺得平常的時候 我還能忍受 但這種特別節日 你都不為我做一些什麼 也沒辦法 她街友 她也沒辦法做更多 對啦 所以這有點強人所難欸 那我等於講說 這個 應該說這個女生 可能一開始是因為容貌啊 或是因為個性 讓她覺得很欣賞 可是到某個階段之後呢 果然物質還是會慢慢 但我們還是要講就是 各位 各位還是當街友的帥哥們 你們還是很有機會 讓偶像喜歡上你 所以大家呢 那如果你是哥布林的話 我們還是待在森林 那個女冒險者 女精靈們呢 太多了 他們都會騙人 就算一開始答應 像哥布林街友這樣 後面還是會醒過來 而且把你消滅在這個世界上 什麼意思 小燕你有看過那種 死刑犯最後一餐的這種影集 或是這個新聞畫面嗎 有我最新一個是那個 八尺門的辯護人 八尺門的辯護人 那最後是不是有給她說 你最後一餐吃豐富一點的橋段 對 就是那叫做行前犯 對 最後一餐這樣 沒錯 那台灣呢 我們以前會看一些關鍵報告啊 他們都會講有些 那個死球啊 在那個死之前都要酒喝 因為他就想說喝醉嘛 就麻痺自己然後安然腹食 比較有勇氣 他當然有些會要求就是滷肉飯啊 或是腿褲飯之類的 或是刮鬍刀 對 刮鬍刀 那個啊 那叫什麼 陳桂林 他是刮鬍子 他最後才是有吃飯 他有吃飯 你是不是沒有看我看清楚 直接只記得刮鬍刀那邊 刮鬍子是他的那個 讓自己體面一點 但還是有吃飯的 好 那我們接下來分享一個 來自美國的死刑犯的故事啊 那這個 來自美國的死刑犯 他們有些地方 有些州啊 還是有這個電型的 你有看過電型嗎 有看 影集有看過 有一部電影叫做綠色奇蹟呢 他裡面就有描述電型是怎樣運作的 首先他在這個犯人的頭上 把他頭髮剃出一個空地 然後 就是 禿頂 挖出一個小小的 就是把頭髮剃光嘛 讓皮膚可以接觸到濕海綿 再透過濕海綿 倒電進去 把這個犯人的電死 這是電型的 那個運作要素 這個呢 來自一個有電型的州的 這個死刑犯 他在死前呢 他們的那個警察就問他說啊 就罰警 就問他說 那你最後一餐你想吃什麼 嗯 然後這個犯人就說 我能不能抽一根煙就好 嗯 算是蠻有概念的 但很常見的 而且抽一根煙感覺也是無傷大雅 對 結果就被預方給拒絕了 啊 為什麼 你覺得拒絕的理由是什麼呢 不能點火 哎 不是 喂 拒絕的理由是預方說啊 哎呀 其實呢 現在這個21世紀了嘛 抽菸有害身體健康啊 所以呢 我們呢 為了你身體健康著想的是 還是不能夠接受你抽菸的這個請求啦 那現在換一個東西啦 他確定不是在演一些喜劇嗎 對 太荒謬對不對 怎麼可能 到底 我都 我都要下一秒就不在了 我還在乎我的肺嗎 我等一下就要被電死了 我還要在乎我的肺 我不確定 因為電刑實施下去 內臟可能是沒有辦法氣捐的 因為我不知道有沒有灼傷的問題 所以 應該也不是為了要氣捐 還是那個人在等他的肺 我也不知道 但是這個罰警的拒絕的要求實在太荒謬了 引發網友就是 覺得很荒謬 還是罰警是在說 不要危害我的健康 有沒有可能 應該不會啦 就是人之相識 應該不會有這種 苛刻的想法啦 太荒謬 那整個過程就是太荒謬了 讓這個 當天的所有人都覺得 怎麼會有這種狀況呢 所以呢 當時候啊 這個死刑犯的這個律師啊 就見證到這一幕的時候 覺得太荒謬了 於是他就把這個監獄裡頭發生 這個 警方 預方不願意讓死球抽菸的原因 竟然是危害健康 發佈到社群上面 讓社群媒體給予壓力 因為是太荒謬了 太誇張了 所有網友都覺得 天啊 太好笑 這個警察是在監獄講偷口秀嗎 那你怎麼會有這麼 這麼讓人想吐槽的一句 對啊 哏在那一邊 因此呢 預方還是呢 受到這個媒體輿論的壓力 最後啊 這個死球是有抽到那根菸的 啊 但也代表著 他人生也結束了 那就是最後一根菸嘛 說不如說 希望下輩子 他可以做個健康的死球 沒錯 不要再當死球了 不要再抽煙 很多戲劇的橋段裡頭啊 都會有那種送別的橋段啊 像在機場送別 或在火車站送別 那最有名的送別的橋段 大家應該就是 讀過那篇文章 叫畢業背影 舒志勤的 你是說橘子嗎 對對對 就是父親呢 滿身的爬過月台 把橘子掉下去 對對對 那個是一個送別畫面 那我之前有看一部 蠻好笑的影集 叫就是李光珠演的 但是改編是漫畫的影集 反正就是 他在機場送別的 他的青梅竹馬 就是女性朋友 還不是女朋友 然後那女性朋友戴著耳機 可是他身上已經沒錢了 他想要搭計程車回家 就用韓文講說 可以借我四千塊嗎 結果那個女生戴耳機 看到嘴型一圍 他講說 跟我交往吧 然後他就大喊 好啊 然後李光珠就很感恩的說 謝謝你借我錢 然後他們就這樣子 因為這個 烏龍 這場溫烏龍了 真的就 女生就拿下耳機說 好啊 我們交往吧 然後李光珠後來就傻掉了 也是 好我們交往 很開心 那在機場 會有很多這種 羅曼史的想像嘛 那今天 這個新聞是發生在 這個紐西蘭的機場 他有一個公告 他們要求大家 在機場 如果你要送機抱抱的話 畢竟這個 感情上來 總是要相擁 一定要的吧 只能夠三分鐘 三分鐘 不要太久 那誰要計時 可能就是你一抱起來的時候 旁邊那個地勤就衝出來 就會旁邊那個就開始按喔 好 Ready 動 我跟你講我以前就真的有看過那種 送別人誇張的 很誇張喔 我之前不是講過去大陸玩嗎 就是去那個大學時期去山東玩 我有一個朋友 他現在結婚了 然後他就是在機場上面啊 那時候他交往的 當時的女朋友 他現在也沒有 不是那位 不是那位 硬要講出來 當時的女朋友呢 就和他 哇 那個女朋友也是很屌 他穿著一袭紅色洋裝 然後我那個朋友 就跟他在機場上旋轉抱抱 喔 有不要這樣子嗎 那個時候很流行一部韓劇 就是什麼 You are my destiny 主題曲的那一部韓劇 我知道 鬼怪嗎 不是不是 欸 是嗎 是鬼怪 對 鬼怪 對 反正就是鬼怪很流行的時候 我們就拿手在旁邊放鬼怪音樂 對 我們在那邊嘲諷 有不要這樣嗎 因為這 太荒謬了 而且我們是等他準備要出發 我們要登機了 但那個導遊其實在收那個護照 他 大家是很早就要出發 然後他們兩個在那邊轉圈圈 他們剛才去領證好了 沒領到我們 失敗 哎呀 OK 好 沒關係 那重點就是 如果他們在紐西蘭的話 可能就會被這個當局警告 不能抱那麼久 可以轉圈圈 可能真的轉十五圈就要下來 那當然這個嚴格規定 一出來之後 很多網友就說 這個規定太嚴格了吧 也很不人道啊 怎麼可以做這種要求呢 我想抱 趕你屁事 對 對不對 我抱十分鐘 趕你屁事 我來得及上飛機就好了 沒錯 但是呢 紐西蘭的當局講說 他們理解說 很多人呢 是會那個 就是感情上還需要擁抱 來釋放感情嘛 來表達自己內心的感受嘛 但是也有很多人 因為啊 在那抱很久 導致人這個 離開的通道堵塞啊 或是因為人流多的時候呢 也是會影響到別人 會卡住別人 對 會卡住別人 所以他們也是有人性化管理啊 也是會提供說 也是會看狀況 不會說每一次都去攔截 還是他們可以用一個那個 氣爆爆狗 只要有人抱太久 那狗狗就去分開他們 狗去撞他們 很可愛 他可能直接就是在旁邊 拿一個那個 叮叮叮的按鈴 就是他辯論比賽 會在那個 2分30秒 我知道他就會開始叮叮 然後他們就知道說 還有剩30秒可以抱 那可以輕輕超過3分鐘嗎 就他們兩個手背在後面 然後這樣接吻 你是說那個 手背著然後頭往前進 很像某個雕像 好像台北車站 有個雕像長這樣 好像是 那個小桶就會長這樣 對對對 應該是 你看他應該找一些台灣人去 最喜歡鑽漏洞 我覺得你那個鑽漏洞的話 他們可能就很快 推新的規定啊 禁止殘免 禁止親密行為超過3分鐘 沒錯 我不能去紐西蘭 你要跟誰 我也不會是跟你在那邊抱3分鐘 親密3分鐘 不好說 你是要跟我在紐西蘭分別是不是 我們是不是一起走的 嘿嘿嘿 如果我們就一起去紐西蘭 我們是要一起離開的吧 沒有必要在那邊相擁3分鐘吧 蛤 小蘭你有想過啊 你人生的喪禮啊 有想要怎麼辦嗎 喪禮嗎 對 你想要怎麼辦你自己的喪禮 就像告 簡單的告別 啊有很多花 很多花 你想要在花海裡頭 對 好可以 那你也是比較浪漫的類型 那今天跟你分享一個很浪漫的爺爺的喪禮啊 這個爺爺呢 他過世之前就跟他家人講說 希望自己可以有一場 圍巾式的這個喪禮 圍巾 圍巾是像比較有名的一些 戲劇畫面呈現的就是 把人放這個木艇上 然後上面堆碗柴火 然後一把弓箭射出一個火 然後把它燒掉 然後就是海障的概念 好像卡通 圍巾人 卡通有演過 那種這個葬禮文化 那如果你今天想要找相關的影片畫面 你可以去找一些維京戰記之類的影集啊 創作去看一下 OK 那這個來自歐洲這個爺爺呢 他但是現在很難找到 可以讓你進行這種葬禮的儀式 對 因為不環保 不環保 加上呢 把屍體丟到公海上面 好像也是違法行為 還要去印度 印度又橫河了 對 橫河也不能進行維新上禮 那所以呢 他們退而求其次 他們選擇怎麼做呢 他們就是把這個 因為還是依照法規 把這個屍體火化領回之後呢 因為畢竟爺爺想要是 圍巾式的那種燃燒的感覺吧 所以我們擷取元素 有火 然後因為是要能夠 撒到大自然裡頭 所以呢 所以呢 我們選擇了用煙火的方式呢 讓爺爺綻放在夜空之中 我雖然不能海葬他 但是我把他骨灰包到這個煙火裡頭 讓他咻 啪 好燦爛的爺爺 爺爺的直接散佈在全世界 會出現友葬的臉 哈哈哈哈 就很像嗎 哈哈哈哈 對 對 爺爺變成一種造型煙火 友葬的臉 很像友葬會有這種臉 然後想要友葬 可能小丸子們做一些奇怪的事情 對 他在心裡都會這樣 友葬的排輯 心之排輯 對 這個爺爺呢 就在那個煙火之中的 安然的 度過他在人間最後的一刻 璀璨的一刻 沒錯 但我不知道當時候在底下 不小心被這個粉撒到的人 是在想什麼 哈哈哈哈 我也想知道 這個新聞一出來 大家都知道那天自己身上沾到灰塵 對以後都會想離煙火園一點 最後一則新聞跟大家分享 來自這個日本的旅遊情報 嗯 欸我們終於要變成一個旅遊情報的節目了 好突然 哈哈 因為這個情報很重要 大家就要知道這個資訊之後 要視趣一點 為什麼要視趣一點呢 大家知道有些日本的區 都市啊 是比較內含蓄的 包含像是京都市民啊 他們很有名的一件事 就是他們罵人不戴章字 哦 什麼叫不戴章字呢 他今天想要罵你的話 會透過這包養你的方式 就是拐彎抹角的罵你 欸沒有錯啊 可能今天他覺得 你這個人講穿著很土 他就說 哦您的穿搭 真的特別的 很特別適合您了 嗯 這特別好看啊 在您身上別有一番風味 翻譯過來就是你穿的真難看 土到爆炸 沒人想跟你一樣 欸 這就是京都人講話的藝術 所以你不要去那邊 聽到人家誇獎你就很開心 其實都是內含這個 其他的生意的 OK 那在京都發生一個新聞就是啊 有店家貼出一些告示 上面寫說呢 欸 已經課滿了 嗯 就不再接課 很不巧 滿課了 嗯 好那英文也寫說 就是不再接課的意思 嗯 但是底下有一排小小的日文 嗯 那你猜日文上面寫什麼 日文上面寫什麼 嗯 日本人可以進去 類似的意思 嗯 日文就寫一堂很簡單的 如果你讀得懂這一堂日文的話 請進 啊 所以啊你看 他們的這個講話藝術 就透過不同的語言也展現出來 嗯 我告訴你 真的不好意思 我們就課滿了嘛 沒辦法接課 預約都滿了 實際上呢 我只想接待日本人啦 哦 那比起我說 哦 只接待本國人士 嗯 漢這樣的呈現 啊不好意思 課滿了 哪一個比較不會得罪人呢 呃 好像是這樣子比較不會 沒有錯 所以大家去京都玩的時候 如果看到有那種電貼 課滿了 懂了 就是他不接待外國人 那我們就不要強求嘛 那為什麼會有這樣的狀況出現 是因為更早前啊 在大阪 嗯 有一個戀家就是因為 他不想接中國人 所以他就寫著 中國人 五度 不能進去 好 好讚了 但是 這個引發中國的很多這個網紅跑過去 罵說 欸 你這樣子是在這個種族歧視啊 是這個在分化我們兩國親衣啊 因此呢 後來就有台灣網友給他一個建議 嗯 他把它改成了習近平是維尼 然後就該貼了很多習維尼啊 台灣是一個國家啊 對他可以開一些台灣國旗 對 所以因此呢 就再也沒有網紅去 他電影裡面拍過的影片 也沒有去抗議 完全不能入鏡 完全不行 所以 這個就是 這個日本人在反制中國人的一個方式 所以我們也要了解啊 不要呢 就是看不懂人家給的軟釘子啊 這個就是去日本旅遊 很重要的一個資訊 可是我覺得 如果那幾行字都看不懂 然後用翻譯的人會很困惑 這是什麼 為什麼一下又說客滿 一下又說 欸可以進去 比如說來自西班牙的那種 他可能就算了 金金我跟哪 就是至少他想要杜絕是大部分的英語系 還有中文啦 還有中文系的 對 而且他是用簡體字啦 所以你可能想說 我是台灣人 他可能就會接待你 台灣人在韓國和日本旅遊 還是有一定的福利啦 因為我們這個為人處事還是比較客氣一點 所以大家還是保持一個比較好的旅遊禮貌 做一個好旅客喔 不要再變成就是國人那樣 對 他們祖國是強國 但是那個你知道嗎 狼心過強到外面就被討厭 OK 好那本週新聞就到這裡結束啦 不知道大家對哪一則新聞特別有印象啊 都可以底下留言告訴我們 那當然我們這邊不提倡任何的這個政治紛爭啊 如果你有任何意見的話呢 歡迎大家討論 但是不要牽扯到去羞辱人家的成功集 在這裡就是給大家建議 那我們每個禮拜最重要的是要幹嘛小蘭 要點讚訂閱加分享 沒錯 我們每週三每週四準時更新影片 我是裴辰 我是小蘭 我們下禮拜見 掰掰 影片結束囉 記得訂閱點讚加分享 小鈴鐺也別忘記按喔 掰掰 訂閱點讚 你 blast 字幕蔥 字幕ル".